那种想要把这个人据为己有 让他真真正正接受自己 属于自己的欲望 几乎每看李渔一眼都在放大 慢慢地充盈膨胀到了 连他都觉得难以控制 不敢置信的庞大程度 他现在都有些迷茫 自己到底是想征服李渔 还是真的开始喜欢他了 他迫切地想用暴力证明 谁才是能够主导的那一个 谁才是能把谁踩在脚下 为所欲为的那一个 他要让简随英这个傻雀知道 他的一切恶心的想法 都是痴心妄想不自量力 否则 他真是无法平息内心的怒火 当时 他背对着我坐在沙发上 他听见动静 回头和我四母相接的一瞬间 我忽然就有点弄不动铺了 这位是 李渔 随林的同学 这小子 简直就是按老子口为账的 我叫李渔 渔气的渔 我觉得 人生应该是一辆稳定运行的车 自己掌握好方向盘 遵守规则 就能省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直到 他的出现 不讲理地打乱了我所有的节奏 我应该在月线的那一刻就将自己拽回来 而不是清醒着时光 我从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就喜欢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